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章节当中有什么需要所的介密 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开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 没有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就是祈求寻找 扣门 就得着寻见 给他开门 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天父愿意赐下圣灵给求他的人 我的想法是 今天选读的这段经文 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耳熟能详的 对于上位信主的Fest来说 应该也是我们最常引用的经文之一 因为不但是对上位信主的 目道友很有说服力 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来说 也都是很有感 这段经文当中一再地告诉我们 对神的恩典要有信心 我们若能保持正确的认知和心态 必然会尝到主恩的滋味 如同诗篇所说的 人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但很可惜的是 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认识不清 或无法坚持道理 导致半途而废 甚至误以为神没有垂体我们的门道 如同在一五道期间所叙述的过程 当人们会以各种理由 回绝我们的时候 神总不会让我们失望 神总会因为我们的情思迫切的执求 就必起来照我们所需用的赐给我们 我尝试的比喻说 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求医一样 当医师开给了我们三天份的药 你会吃了一包 发现美好就不吃了 还是会持续的服药 直到身体康复为止 就如同牧者告诉我们的 祷告要持之以恒直到成就为止 总要持续的祈求寻找寇门 才能看到得着寻见开门的那一天 神如第十三节所叙述的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更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求他的人吗 诗篇告诉我们 少壮狮子还缺世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让我们为主的恩典 和自己对主的信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应许 让我们知道 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后门的就给他开门 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软弱 赐给孩子坚持到底的信心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并要警醒不倦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